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如果有人跟我说 我现在很忙 不能去教会 我要怎么跟他说呢 例如其第二十二章 给我们宝贵的提醒 是的 现在每个人都很忙 读不完的书 玩不完的游戏 玩不完的玩具 每个人都好忙 但今天忙 未来会越来越忙哦 而且很奇怪 虽然我们很忙 我们还是有时间 可以玩乐 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是不是 可见 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 而是次序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一件事情 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就一定有时间做它 摆在不重要的位置 就一定不会去做它 是不是呢 而又集第二十二章 提醒我们 不可以献上 有残疾的祭物 献给神 必须献上最好的 我们思想 上帝把它自己最好给我们 而今天我们是否愿意把 认识上帝 放在我们最好的时间 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神呢 信耶稣 信仰 耶稣基督的爱 是一份美丽的礼物 而 这份美丽的礼物 我们愿意 现在就打开享有 还是我们要等到三四十年 退休不忙之后 我们再来打开享有呢 最好的礼物 就是耶稣 就是上帝的话语 而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已经认识上帝的人 我们要问自己 我每一天 把什么时间 给上帝的话语 是 自豪的 是我多余的 残疾的 不好的时间 给上帝 来听神的话 还是我把 那天最精华 头脑最清楚 最安静的时间 来听 神的话 来聆听 圣经 好好听 来看神经 好看神经之药呢 神帮助我们 愿主恩待我们 这一章的要解 是 凡有残疾的 你们不可献上 因为这 不蒙缘啊 我们一方面 鼓励新朋友 看到 耶稣基督的最好的礼物 把握今天 来 认识耶稣 如果这件事很重要 就一定有时间 二方面 我们也要提醒自己 今天我把什么时间 把什么心力 来献给神 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献上残疾 要献上最好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您 因为耶稣 成为我们最好的礼物 你把你自己最好 完美的 献给我们 耶乌求主 让我们在感恩中 也把自己 献给耶稣 起来认识你 分享你的爱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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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